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订阅,观战一把图兔,又来看图兔了,图兔的盲女,手目油拆盲女加击球,这种修机很快,救人也挺稳的,还有一定打架能力,就看,好像看见了,看见了盲女,这把的话,盲女带的是双坛,他如果有个飞轮的话呢,我觉得要好牵制一点,因为飞轮其实在打杰克的时候,其实还是挺有机会的,但现在的话就不太好说了,这个位置是, 甚至有一个隔墙误刃的,哎,隔墙误刃,没办法,躲不掉,就你看得见他,他看得见你,然后我这边,误刃在我手上面,主动圈就在我手上,对吧,你有飞轮,那你飞轮顶掉,没办法,你没飞轮,这个位置应该是必吃刀的,第一刀打中,这边机油手来了,来,零七,一棒子先打开,误刃已经好了,所以这棒子一定要打,打完以后再接爆发,需要接,需要接,大约,漂亮,这两棒子的话,其实我觉得,哎, 还是应该去抓猫女的吧,这边虽然说机油手搞了一波,但毕竟这个猫女是个半血,放了一个猫女,抓了一个机油手,机油手他能二六五啊,嗯,也行吧,因为这边的话,其实机导机油手的一个速度比较快的,刚才那刀物刃,我们从第一刷来看的话,没有飞轮,这个机油手已经躲不掉了,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压死了,这边的话再补一个眼,猫女的话直接拉到废墟修吧,只要拉到沙包废墟修,中间的机子待会看情况,守墓人救完人,待会儿有没有机会二六呢,目前来看机会不大, 呃,如果想打正位的话,我觉得就不打,污人,好,一刀,一棒子打开,不给你追双刀的机会,这边的话这刀会得有点急,机油手这里,这棒子我觉得要不留着吧,打一个隐身的杰克,其实也就这样了,往里这边能翻吗,翻,搁双刀打中,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位置其实遛不动,杰克的污人也好了,即便是你刚才那波能躲掉, 到后续杰克这边插个眼雾人带走,其实,最多最多博命结束六个三秒钟吧,没什么太大意义,不如这个球留着,可能后续有一点点机会啊,机会其实好像也不大,因为没有下一个博命了,呃,这边油拆来救,我觉得有点亏的,因为这油拆没有博命,救下来,救手也走不了,是个白板救手,没必要,没必要,狗是咬中了,但是你这边能救吗,飞轮, 那走吧,这波其实油拆我觉得没必要来的,他当时卡着给个耳鸣可能还行,那机子不够了,这样的话机子不够了,呃,机子差,倒是差了不多,但是,不对,这机子我算错了,还差一台整机呢,还差一台整机呢,那没机会了,那没机会了,因为这波的话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穷者劣势了,这边只有手挂飞,然后外面的穷者本身, 就比较残,这边一刀误刃没打住,毛女来救人,捞,呃,位置倒是卡的挺不错的,位置倒是卡的挺不错的,但核心问题就是,你们这边,我随便再挂上一个人嘛,或者说这边不挂也可以啊,等个误刃,五秒钟误刃,呃,我觉得可以去追这个, 优差,为什么呢,因为优差是二挂,盲女是一挂,虽然说密码机是肯定不够的,所以这个局是一个死局,但是从稳定性来讲的话,我觉得追优差可能会更好一点,毕竟这样的话,等于说换一步挂嘛,换一步挂,然后一换一,我觉得杰克一定不赚,亏不亏嘛,其实也不亏,但是一定不赚, 这把等你出来就行了,等你出来就行了,局势已经是一个死局了,一刀,好的,一穿二皮二两,那游戏结束,这把也没什么办法吧,毛女上来那个位置真的又不斗,机油手保下毛女以后自己倒地,其实对于求者来讲已经是赚回,打回一些东西来了,但还是一个劣势,呃,最亏的就是邮差那波救人,邮差那波如果不救,求者稍微的牵制一下呢,我觉得三人camer站的可能性还是有,三人camer站肯定还是有, 这的话,哎,应该是没想到会有队友来救吧,反应慢了一点,他没机会,这把的话直接,应该是倒地以后可以选择投降,当然你这边要选择再打呢也行,取消一个擦刀,捕一个眼,然后挂上毛女这边B手,哎,直接投降了应该结束了,改代表我们下来再见,拜拜